史杜拜滑雪场位于英斯布鲁克车城约一个小时的郊区 属于中年不容雪的冰川地形 是最受欢迎的冰川滑雪胜地之一 滑雪场今年比平常更早用保护性白色织物覆盖了冰川 为重开做准备 虽然现在时间还不确定 通常奥地地的高山滑雪场会一直开放到每年4月 到时候大部分的积雪在春天的阳光下融化 使滑雪活动不尽人意 但史杜拜滑雪场海拔高度从1750到3210公尺 也是蒂罗尔最高的山峰 而这里冰川上的积雪存留时间更长 从10月到隔年6月甚至全年都可以滑雪 由于气温升高冰川正在萎缩 用于滑雪道的冰川部分需用覆盖物保护 覆盖物再用沙袋固定以防强风吹拂 26000平方米的冰川大约是足球场的4倍都要被覆盖 奥地利是全世界第一滑雪大国 全境面积62%被阿尔卑斯山所覆盖 全国境内开辟了76个滑雪地区 共有800多个滑雪场 金桃尔记者延峰张琪综合报道